韓國的五塊肺炎病例激增至433例 日本疫情也不斷升溫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提升兩國旅遊疫情建議 至第二級警示 為了防止疫情擴大 健保署攜手移民署透過健保雲端系統 民眾就醫時插入健保卡 就能夠查詢旅遊史 從原先的中港澳 新加坡 泰國 到現在日本與韓國都納入警示範圍 讓一線醫護人員提高警戒 而台灣善用智慧科技 因應武漢肺炎還不止這一桩 利用智慧科技的方式 包括資料的鏈接大數據 讓我們能夠協助在疫情的分析判斷 到包括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工作的落實 到病人的追蹤 甚至到這些確診個案 怎麼樣用這種大數據跟資料鏈接的方式 能夠做疫情調查 陳其邁日前也表示 為了打造智慧防疫 與台大副校長張尚淳 和台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逸錦開會 期盼結合臨床跟民間力量 造出防疫對策 新唐人野的電視趙婷玉 《真理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